在《官夫文》那邊有一篇文章 就叫做《漢服能不能夠徹底取代旗袍的地位?》 那個文章本身就不是特別長 但下面的留言很精彩 我先跟大家讀讀那個文章 接著會跟大家選一些留言來讀 它就說平淚區大部分人似乎都把漢服問題 作成一個歷史考據的問題 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宣傳問題 甚至是一個政治問題 首先必須承認一樣 到目前為止 旗袍就是國際上中國的形象 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表徵 漢服運動興起的邏輯 就是對這些挑戰和質疑 在這種預警之下 現代旗袍和老式旗袍的區別 再大都不重要 因為漢服運動質疑的就是旗袍的滿元素 當然了 如果只是漢服運動興起的原因 其實實際發展過程目前為止 都沒有去到跟旗袍的其次 對抗就有一個問題 漢服發展終點在哪裏 在圈地自盟 還是徹底取代其譜的地位 至於關於和服的問題 就是跟歷史怨言有關 就單純給誰的喪子大的問題 日本有強大的文化輸出之下 和服和日本就是高度綁定的了 你穿和服的人 就是別人認你是中國 日本人什麼誤服 只是自己知道沒有用的 除非更有強大的文化輸出之下 有更強的文化機器 可以人家看到的 和服的養飾 第一反應就是中國的誤服 看來沒什麼可能 也沒什麼必要 那這篇文章主要就是 他講漢服和旗袍之間的關係 也講到中國在世界上的 所謂軟力量的問題 先說說老爺怎樣看 老爺覺得中國女生穿漢服 漢服很麻煩 還要再說一說 漢服可以由巡代開始 甚至再早些 一路去到漢朝、唐朝、宋朝、明朝 我們講漢服是哪個時代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但是我總覺得 中國女生穿漢服 暫時起碼我在網絡上 看到姐姐們穿漢服 真的很漂亮 真的覺得她們很漂亮 很適合她們的身材 另外就是旗袍 旗袍其實蠻欺人穿的 你的身材不好 也不太好看 不過如果你身材適合 穿旗袍也非常漂亮 老爺純粹從一個男性角度來看 所以我覺得 第一,我們要記住 康復其實包括很多 如果我們以中華民族來說 其實中華民族包括了其他民族 譬如藏族、苗族 她們也有她們的衣著 我也覺得她們非常漂亮 所以我覺得不要 純粹俠藝地定義 就是我們在電視劇上 看到一些古時的服裝 以為她們一定是漢服 我想這一點大家要搞清楚 另外就是 亦都在中國的街上 我感覺上 越來越多 一些年輕朋友 是願意穿一些 中國傳統的服裝 我在這裡不用漢服 這個名字 是傳統一點的服裝 有些是闊袍帶走 有些是我們在戲裏 古裝戲裏見到的服裝 我指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好事來的 其實中國是一個多民族 而且文化非常燦爛的國家 裡面的文化包含量非常之多 我們不需要刻意界定 到底是什麼是什麼 這些都是我們中國人的文化一部份 當然 話這樣說 自然有人會是鑽牛角尖的 但是鑽牛角尖 他們可以鑽牛角尖 這些是他們的學術研究 興趣 所以鑽牛角尖 我也不反對 但是作為一般普通的市民 我覺得 穿得好看 覺得自然舒服 這樣就是最好的 不需要界懷 是什麼 但是我也覺得 中國的文化 既然如此豐富 當中國的文化輸出 慢慢慢慢有一定的實力之後 其他世界各地 都會有很多人有興趣 到底中國人 傳統上穿什麼衣服 這件事 其實可以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 讓我們知道 中國的服裝 以前來說 起碼是中國的社會高層 穿絲綢 自然非常之名貴 而今天所謂的時裝的表現 我有時看間中 看時裝的展覽 我越看越沒有人 所以現在幾乎沒有看 實在上我覺得 現在西方 走鑽牛角尖 沒什麼漂亮的衣服出來 但是我也看過 那兩輯就是國內的 所謂時裝的show 也看到我 扔心口 不要看 現在就是 鑽牛角尖 其實有時我覺得 時裝設計學院那些東西 他們是做show 我覺得最重要都是 做衣服設計出來 人們穿上來 覺得她漂亮 覺得她舒服 覺得她適合自己 最重要 至於中國的女生 他們是因為民族主義 穿漢服 中國古代衣服 或是因為我們漂亮 有朋友說 如果那件衣服穿來不漂亮 她打死都不穿 什麼民族主義都假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衣服的東西 就是要秤 秤 適合自己用 自己穿 在自己的場合之下 那我就 我都現在在想 老葉到現在 大家看到 都這樣 衣服不要大變化 不知道大家覺得 如果老葉開始 向中國傳統衣著 你會怎麼看呢 覺得老葉有沒有可能 真的 穿回唐裝的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唐裝是什麼樣子 我是在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 香港受教育 雖然是叫做中國人 講廣東話 都看不少中國的書 但是老老實實 衣著一直都不是我注意的範疇之一 所以 各位看到這篇文章挺有趣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直觀的感覺 不可以說有什麼研究 完全沒有 但是 如果 中國的藍莊 古時的藍莊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真的好像 那些戲裡面 那樣 包著包著 就大一大那種 才是中國的 文章 或者 我有時候在香港 有著綿蠟 綿蠟 很舒服的 真的很喜歡的 綿蠟 就套著白色的襯衫 摺回頭 那種是如何呢 那些 那些 我的朋友們 留言 最好 就是 你們找到什麼 覺得老業適合的 最好淘寶 就把淘寶接鏈放在描述裡 那我就跳過去看看 看看你們建議什麼 那就實際了 不用送給我 老老實實 我看到對 我會自己買 或者不買 看心情 但是 如果你要建議 你認為老業有沒有機會 可以 穿一些中國古裝 和大家做節目 你覺得怎樣呢 這樣 這個是我第一次對自己 衣著有 有興趣 所以 請大家 不要見笑 我真的很老土 所以大家不要見笑 那你就 給我一點建議 老業如果 轉做 古裝 來做節目 那我的頭要怎樣做 衣服要怎樣穿 請大家 給我一點意見 如果好玩的話 一兩集玩一下也沒所謂 多謝大家